岁末年中政府各个部门总结得失的同时 也为明年制定系列计划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承诺将在来年改善公共服务传递系统 特别是优化陆路交通局以及陆路公共交通机构所提供的服务 将服务转型为电子化方式 公众可以在网上处理事务 减少在柜台排队等候的时间 同时减少人手进行的纸张作业 赵福接受马兴社专访时坦诚 他本身不会满足于交通部的改善工作 他希望能促进更多的改变 另一方面针对明年1月开始 强制载送孩童的私家车 安装儿童安全椅的措施 陆赵福表示 政府会继续监督儿童安全椅的价格 他相信条例上路之后 儿童安全椅将因为市场的供应需求高 价格随之下降 他了解坊间有不少抱怨和反对声浪 但是交通部基于民众的安全考量 政策不会悠转 促进民众努力适应